第二本是《金太阳,银太阳》 作者叫赖马 金太阳和银太阳是吗? 对 这是流传在我们居住的土地上最古老的故事之一 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 只有一个金色的太阳 各部落的原住民白天辛苦地耕种 狩猎,织布,晚上开心地唱歌,跳舞,喝酒 然后一觉到天明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日子过得很快乐 有一天,金色太阳才刚刚下山 一个银色的太阳突然跳到了天空上 之后只要金太阳下山了 银太阳就会升上去 银太阳回家了 金太阳又跑出来 从此不再有夜晚 哇 没有了夜晚 主人们都不能睡觉或者是休息 由于两个太阳轮流互相照耀大地 田地都变得很干很干的 大家要一直不断地挑水 然后再浇水 不然的话农作物都会渴死 如果都渴死的话 大家都没饭吃了 长时间地一直工作 一直浇水 大家都累得要命 更糟糕的是 许多小孩在烈日曝晒下 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干 最后变成了一只蜥蜴 天哪 小朋友全部变成蜥蜴了 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呢 大家左思右想 苦恼不已 于是请主里的巫婆 占卜问神 她认为非把一个太阳 射下来不可 神的使者 领鸟也不停地在空中盘旋 名叫 鸡 鸡 鸡 就这么决定了 他们决定去射太阳了 一起去射日 可是太阳的家 不知道有多么遥远 需要越过几千座高山 射过几万条溪流 才能走到 大家选出主里 最有智慧的勇士 巴万 她叫巴万 带着年轻力壮的儿子 瓦旦 年轻力壮的儿子瓦旦 还背着刚断奶的小孙子 瓦利斯 原来 这个叫做 她叫做巴万 然后她的儿子叫瓦旦 然后她还带着她的小孙子 瓦利斯 这个baby叫瓦利斯 三个人一起去射日 天啊 他们还带着baby一起去 然后她朝着太阳下山的西方出发 无所不知的林鸟也跟着前去 以保护他们的安全 聪明的巴万带了一包柑橘种子 走人一段路就种下一颗种子 再走一段路 再种下一颗 带着族人的期望 他们不敢多休息 也不贪玩乐 只想赶快找到太阳的家 一路上巴万带着儿子以及孙子 认识各种动物和植物 还教他们射箭 还有狩猎 巴万更将许多族人的生活点滴 传说和神话说给孩子们听 就这样他们走了好多年 巴万年纪越来越大 直到再也走不动了 在心愿还没有完成之前便死了 他走了 但尽管如此 在天上的巴万之道 已是壮年的瓦旦 仍旧会带着长成了少年的瓦利斯 继续前进 又过了好多好多年 瓦旦他也变成了老人 而瓦利斯那个baby 则变成了非常强壮的勇士 这一天 他们走到了一个深深的山谷里 一阵好大的声音出现在山谷里 回响着 是瀑布吗 好像不是 是他啦 是怪兽吗 哦 是丁 这个是银的 是铃鸟飞过去一探究竟回报说 是银太阳在睡觉 我们的机会来了 快跟我来 瓦利斯找到了一个好位置 准备拉满的勾 细心的瞄准 全力射出 银太阳痛苦的呜着眼睛跳起了来 哇 射中了射中了 银色的血从银太阳的指缝间喷出 洒满了天空 一点一滴变成了闪亮的星星 哇 哇 受伤的银太阳生气的大叫 他忍着痛 起身抓射箭的人 瓦利斯灵巧的从银太阳的指缝间溜走 啊 是谁 银太阳又用力的向老瓦旦踩去 一阵天摇地动 瓦旦也很快的从银太阳大大的脚趾间钻了出来 啊 是谁啊 啊 眼看受伤的银太阳越来越虚弱 光芒越来越暗淡 一个不小心他就掉进了深深的山谷里 哦 这时 金太阳回来看到了 害怕得赶紧躲起来 这下子天地之间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什么都看不到 啊 黑暗间 父子俩靠着一点点星光和铃鸟 啊 铃鸟 噶鸟噶鸟的叫声带入 他的声音好特别 他的叫声是噶鸟噶鸟噶鸟 然后沿途吃着已经结实累累的柑橘冲击 走了好久 终于回到了故乡 可是没有了阳光 族人无法下田耕作 也不能出去狩猎 因为什么都看不到 反而生活比以前更加艰难了 看着储存的食物越来越少 大家又饿又冷的 铃鸟建议巫婆带着大家一起唱歌 跳舞 把美妙的歌声和整齐的舞步声 传到天上 传到森林 也传到遥远的山谷里 咦 怎么这么好听的声音啊 金太阳忍不住好奇的跑出来 看个究竟 发现外面一片祥和 于是放心的回到了天上 啊 有了阳光 大家又可以枝杀 仿杀织布 夏天耕种 上山狩猎了 狩猎了 啊太好了 他们一起唱歌跳舞 把金太阳给带出来了 金太阳不害怕了 不久 伤口痊愈的银太阳 也慢慢的出来透气 但是他只敢趁着晚上 遮遮掩掩的出现 不再又热又亮了 然后呢 原来啊 银太阳变成了月亮 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 轮流守护着大地 竹人们在新月交汇下 快乐的唱着歌跳舞 过着幸福的生活 结束咯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作者 他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 想的一些小事情 你按着我没办法转 这个因为字太小 我就不讲了 好啦 我们今天两本书讲完了 那我们来说拜拜咯 我想要给大家节目 嗯 下次咯 拜拜 我都还没看到红太阳 没关系 没有红太阳 say拜拜 我都没有看到 黄太阳 黄太阳是什么 就是那个 黄太阳的 眼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 tinham另一位